現在要鋪發大丘了 這裡可以入山盛夜 一把無恥 只要有放闊的 哇 它用跑的來耶 快快被吃完了 島上的唯一的公共廁所 有很多人在上街過的 這環島一群都要過去 你的教餐工具就是你的腳 猜一下大丘分校 你怎麼有去記錄 一年級的教室 這裡感覺有管制 現在到了大丘堡 大丘泳池 這個應該是最高度了吧 我知道為什麼大丘島有這麼多路 我好適合準備了 這四野更棒 馬佐唯一海上游泳 繞進去呢 這裡可以看到小丘島 和歡山 要上武嶺那個路有沒有 感覺是東部的吧 這裡有一個山小點 是個大丘燕窩 來秋了啦 這裡很像白木 我有我的船來了 它真的有吞石耶 大丘尼泳池 大丘尼泳池 大家好 我是阿馬恩 歡迎來到MANLIFE 現在呢 我人要去大丘島 從北竿要去大丘島 意外看到有船 可以到大丘島 北竿的小插曲 方外偏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準備坐船 高高 高高 等下要出發大丘了 這杯美商勝益 一把五十 我就不買了 這杯美商勝益 只這樣就上床了 而且直接露天 只這樣就上床了 而且直接露天 而且直接露天 就上床了 在北竿上 北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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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 3點28 3點28 一路就來了 來到大丘了 我能用跑的來耶 哇! 船長要走了 你就這樣把我放閃了 這間廁所是島上的唯一的公共廁所 別的地方沒有的 所以你必須上完廁所再去環島 接觸路的注意事項 熊梅花路一年的路角生長週期 梅花路可能攻擊的行為 搖、頂、踢、撞 不可以觸摸或帶走右路 挑選一定的長度的植物 並保持距離的衛食 梅花路有外寄生蟲 喔有欸耳朵真的有 那好像是跟那個狗一樣的吧 獅子是嗎 那種甩的 來 來 來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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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欸 自主商店 50 50是多大把 喔這樣 阿你們就在那裡 就等下一艘人 再把商業帶來 嘿 都沒辦法走阿 蛤 又有船來了 有很多人帶的商業過來 東側環島步道 這環島一圈要多久 基本上大丘它是沒有交通工具的 你的交通工具就是你的腳 用走的環島 所以很多人說 來到大丘對老人家很不友善就是這樣 你到任何景點都是要用走的 這裡有大丘分校欸 前面有一個 教會 我現在要去自高點拍飛機 等一下 2點 從北竿 有一架飛機要起飛 現在在這裡 硬喔 看一下大丘分校 李毅蓮池 旁邊是廁所吧 李毅蓮一枝路 嚇到 這是 低年級的教室 這是低年級的教室 好小間喔 辦公室在隔壁 這是中年級的教室 這一般 一般應該沒幾個吧 這感覺有管制 這感覺有管制欸 現在到了大丘寶 好 後山觀景台 這裡有個廁所 兩個廁所 觀景台欸 對 這地下全部都是 路的大便 為什麼這裡會那麼多路啊 大丘勇士 哇 這應該是最高點了吧 只有一棵石頭 我知道為什麼大丘島有這麼多路了 因為1980年呢 台北原山動物園 他把路捐贈給連江縣政府 那連江縣政府呢 經過地形勘查 決定把這些路放在大丘島上面 也放這樣子 讓他們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過了數十年之後 這些路開始繁殖 開始拓展他自己的生活 然後漸漸的也適應了自己的環境 那因此 這裡就變成一個 台灣版的日本奈良 那這些路呢 他不是吃路餅乾 他是吃商業 所以這是跟日本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因為這裡的島嶼 比較適合商業吧 就演變成你想到媽祖的路 就會想到上升 然後就會想到餵它 大致上是這樣的由來 那我現在等了幾分鐘 還沒看到飛機起飛 我現在前方這個位置 兩座山的中間是機場 北竿的機場 如果等一下飛機從這邊起飛呢 就拍得到 如果他從另外一邊起飛的話 就拍不到了 然後北竿的另外一邊 是高登島 這個是高登島 那這裡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再往後面呢 那個山就是中國的了 哇 哇我真的起飛了 這時間會準耶 掰掰啦各位 明天就是換我飛了 這感覺就是在走健康步道 沒意外我現在應該是在最高點 在大丘島的最高點 然後走這個人線 路上超多便便的啦 新鮮的喔 珍珠 要不要來珍奶啊 環島步道 我現在去這個白石巔峰火台 什麼東西啊 哇 我覺得剛才應該要來這裡拍飛機的 這視野更棒耶 我們該在那邊坐船的 哇 這裡是一個三角點耶 小丘島 小丘島 馬祖唯一海上游牧民族 他說大丘居民青壯年族群 每逢春夏季會 遷移到東北方的亮島討生活 住在島上採捷淡菜等海產 到秋末再回大丘島 大丘島又有媽祖海上民族的支撐 這裡之後我們兩個 你好 前面那個就是小丘島 前面有一隻鹿 你們有看到嗎 在這裡 這真的還假的 它怎麼都不會動 現在在這裡 這裡我就不去啦 我到這裡要轉彎了 因為時間緊迫 然後再從這邊回來 到碼頭 好 夠夠啦 你們有看到前面那個圓嗎 它這個路是這樣繞一圈的 然後它從這一條繞出來 繞進去呢 就是可以看到小丘島 我可能不會走去那裡 我從這裡上去看能不能拍到小丘島 好到岔路啦 那位朋友要繼續走 我走這裡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那個 和歡山要上五嶺那個路有沒有 覺得嗎 超像耶 前面這座島就是剛才說的高登島 我覺得這裡怎麼拍這麼美啊 但是平時看不到的風景 好 基本是一個看風景的島嶼吧 下面有個峽谷耶 感覺東部了吧 跟東部一樣 跟東部一樣 這邊很多路耶 這邊有一個山腳點 這邊有一個山腳點 這叫什麼啊 連勤測量隊 看不懂 你在跟蹤我喔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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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搓,別搓 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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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我拍 我現在走去剛才那個觀景台 在間駕駛上的車 我現在是先駕駛的 駕駛的車 真的是駕駛的車 駕駛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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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慢走回碼頭了 時間也差不多到3點20吧 我們1點半出發 然後到這邊1點36分 在這邊閒晃個2小時左右 回到碼頭啦 很多人在等耶 他們應該是在等船吧 這是大丘大王 生態樂園 這裡有冰涼茶可以喝喔 然後商業補充占50 喔這剛才買得到 這裡賣30 你好 來一個大丘燕鍋 沒問題 好 這裡又經驗幣了 我們來吃個大丘燕鍋 是嗎 看我在這個地方吃 太Chill了吧 那這是我的用餐環境 我今天要做這個 煮椅子 大概吃了 來看 這個狗感我不會形容 反正就是醜醜的 吃起來很像白木耳 然後裡面有枸杞這樣 它是甜湯 應該也不是甜湯 因為它也沒有甜 火灰燙 沒關係啦 現在有點冷 應該也是冰的 好啦,現在要下山等船了 我有我的船來了 不過現在才三點 哇,他們溜到魚耶 還蠻大隻的 他們在歡呼 好啦,各位,那以上是大秋島的分享 我覺得大秋島就是一個 算半日遊的地方 那島上就是必須要用走的 那路真的很多 後面就是唯一一家商店 就是可以喝個清涼 一些老酒、料理等等 那等一下差不多坐船回北干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朋友記得幫你個喜歡 還沒訂閱朋友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北干見啦,掰掰 然後,你會在那邊 你會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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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水波耶 不是嗎 不是吧 我也被電吧 真的有兩隻耶 這裡也有一隻 有兩隻 好的,那我們來看它的第二名 耶,我們的船來了 他真的有吞十耶 現在真的三點二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